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场面在下方正是翼龙大师Master of Disguise扎坦 这个时候他正与前方的重甲指挥官进行近战 他是拿得把威通向前进行一个射击 而在上方正是重甲指挥官 是Heavy Armored Coburn Commander 据我们所知他是红衣卫队一名C成员进行假扮的 这个时候他正与扎坦进行一个近战 而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后方的正是Bairness男爵夫人 正看着前方的二位进行一个近战 非常精彩的一个封面 为什么说精彩呢 因为在之前元祖漫画里面 就是由扎坦绝术的内战 不知道在新的漫画里面 是否也是由扎坦结束此番内战呢 我们敬请期待 然后再往下一个封面 就是一个黑白相间的一个素描版本的封面 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也是一个特殊封面 我也非常喜悦 然后再往下就是C封面 是特殊封面 前方正是蛇眼 Snake Eye 这是克隆蛇眼 在第299回合的时候 第300回合的时候 那么进行一个克隆复活的蛇眼 这个时候他正左手拿着威冲 向前进行一个射击 而右手拿了一把刀 那么这个是一个经典的蛇眼形象 也是85年的蛇眼形象 在身后正是Timber这只狼 然后再往后正是Revenge 是这个叫做复仇人工智能 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封面 好 咱们显示手机直接开始 在上一回合 斯文菲尔德是遭到战火的蹂躏 而这个时候在空中飞翔的正是毒牙三号 毒牙三号 这是一个全新的战绩 不知道之后是否会出这款玩具 里面的驾驶正在向总部进行汇报 向指挥官进行汇报 他告诉在总部里的电力蛇魔 说咱们现在的部队正在节节有序的撤退 正诱敌深入这个高峰的足球场 以待将他们进行歼灭 而这个时候在总部里的电力蛇魔也表示 非常不错 在我旁边的指挥官也是非常荣心大悦 而这种驾驶是一点疑惑表示 指挥官不是在前方穿着重甲 引领大家进行作战吗 这种电力蛇魔表示 说你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 你的任务就是观察前方的战事 而这个时候上方的驾驶表示没有问题 我会继续进行一个观察 把实时的信息传递给你 好画面一转 这个时候是指挥官 他在总部里面告诉前方飞行驾驶 说麻人给我观察前方的战事 我是指挥官向你亲自喊话 而我现在要执行下一步的计划任务 就是马上就参战了 而这个时候在空中飞翔的驾驶 发现地面下方正式有赶死队员 他摸摸眼睛仿佛看得不太清楚 告诉指挥官说我可能发现了新的情况 带我把画面拉近 看看前方到底是谁 而这个时候在下方的正式赶死队员 火炬告诉渣坛说没有想到啊 这些生化蛇们居然把那些碾蛇的蛇 给这逼退了 而渣坛这个时候表示 说指挥官是集的这些部队 没有理由这样就撤退了 我心想他们应该是设计了一个圈套 然后他问男爵夫人你怎么想 男爵夫人说我与你的想法是相同的 我现在就要向达斯特罗进行一个汇报 这个时候驾驶把画面拉近 而指挥官他是吃惊的发现 前方就是男爵夫人 白上那次渣坛 他也是气同心头起恨向胆别生了 那么是告诉前方的这名驾驶 是跟我密切的联系 并且他是告诉电力蛇魔 是联系前方的重甲指挥官 就是由CG成员进行假扮的那名指挥官 他是要给这个达斯特罗 他那个方面一点颜色看看 而这个时候也是连线前方的重甲指挥官 这名是由红一卫的进行假扮的 他正在与前方的生化蛇人进行一个进战 哲人刚告诉他命令已经改变了 不要再理会前方的生化蛇人 去马上前去消灭男爵夫人和渣坛 而这个时候重甲指挥官表示没有问题 那么他说我先杀出了叙述之后 然后必定将男爵夫人和渣坛进行一个击杀 而这个时候他也是相当的手脚 把脸是打飞了前方的生化蛇兵 画面也转 再次来到斯特林菲尔德的火场当中 在上一回合 一名警察是被困在警车里面 但是马上就被火焰烧焦 而他发现前方来的正是黎明 他表示你是黎明 你回来试费了 把我杀掉的吗 是要为你的父母报仇吗 不管怎么样 你把我干掉吗 也总被我在这个地方烧死墙了 你现在就动手吧 而这个时候黎明却一言不发 静静的看着前方火场里的这名司机 司机表示说 你不会这么残忍吗 我的天呀 你要看着我眼睁睁的这样被烧死吗 好 那么这个预览故事就就到此处结束 一共是三页书的封面 以及四页书的预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本书是相当的精彩 一开始就直接进行了这么一个强烈的火兵 而且我们不要忘记 斯珀王正在来斯普林菲尔德的路上 没错 他就是要军临斯普林菲尔德 给这个指挥官一个作战的样子看下 这个蛇王他要亲自率领部队 是踏平斯普林菲尔德 想必从下一回头开始是内战的爆发 而且是有更多的军阀财团 是加入这场大连刀中 我是相当相当的期待 好的 那么到9月18号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网号人店 给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具体内容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